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很火热 但是后期却被人吐槽 而这一位男星虽然演技尴尬 但是最近却片约不断 那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这个圈子中有一群小鲜肉演员 自身的条件很优越 但是每次出演的电视剧都很尴尬 其中的每一个笑点都让大家吐槽 比如前段时间播出的甜蜜暴击中的陆寒携带自己的女友出场 但是从整部居的收视状况来看 真的很让人尴尬 那与其有着相似经历的就是曾经的队友黄子涛 这一位最近可以说是片约不断 但是本身的演技却有点烂 那大家为何也流露出期待的情绪呢 首先官宣的就是和张雪莹一起合作的新剧 这一次黄子涛再次出演男主 讲必导演也是看见了他身上的优点 才会做出这样的抉择 那这一部剧有众多的年轻演员出现 大家是不是也期待着青春故事的善演呢 不知道幽默细胞如此 足的黄子涛会和张雪莹产生怎样的感觉 大家不妨就期待一下 下一部的V电影就是和演技很好的张天爱合作 虽然只是一部小小的电影 但却是由时尚杂志组织拍摄的 能够有机会出演这种类型的电影 这无疑也是黄子涛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